Hello 吉祥如意 大家好 今天在家里面做直播 因为是6月29号 所以我们就在家做直播 跟大家聊聊 如果说你喜欢风水 喜欢八字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点关注 有些时候我们会分享风水八字 当然我每次都是这么说 来货的话 如果说是来货了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风水的知识 来货但是就卖货 没有来货我们就会分享一些风水的知识 让大家更了解风水 喜欢风水喜欢八字 甚至喜欢通圣 喜欢命理学这类的 就要点关注 然后分享给你朋友 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很多人啊 他的事业不顺 他事业不顺 我们排除那些懒惰虫 Idle king 我们排除 如果说是懒惰虫 Idle king的 那你不顺是活该 那没有人能救你 对不对 这是处事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呢 不是那就另当别论 那么在风水上 我们说男生 男孩子 男孩子 在风水上 如果说你遇到了许多的这个不顺 工作 生意 工作不顺的话 那么在这里呢 建议大家 我在这里建议 建议那些男生啊 先说男生好不好 先说男生 我们建议所有的男生 一定要记住了 如果 你的工作 事业 你的生意不顺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什么 客厅的整洁度 你不管信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 客厅的整洁度 非常重要 客厅的整洁度啊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客厅啊 主什么呢 主男孩子 当然 第一个呢 客厅在风水上啊 关系到男主人 你的客厅整齐 干净 清洁 卫生 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的事业不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好 男主人 男主人是第一 第二就是儿子吧 甚至 如果我们只是跟人家租一个房子 租一个房间 那客厅你是男的啊 那客厅有没有影响 也有影响 也会有影响 它是慢慢的 慢慢的就会有影响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要说一些 关于到这个客厅的窗口外面 在风水上啊 客窗 客窗 就是客厅的窗 客厅窗口外面 如果是有阻隔的 要分三个阶段 一定要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 我们的前方 就是客厅的前方 是不是有阻挡 就是什么叫阻挡 就让你看不到前方 让你看不到前方 我们说中间啊 中间 我们站在客厅的时候 这样望着外头 诶 看不到前方 这个跟私人物住宅不一样 私人物住宅不可以 不可以参考这个说法 不可以参考这个说法 因为私人物住宅他矮嘛 一楼嘛 他矮 他不能够说这样子 我们说的就是那些 住在高楼的 高楼的 你的前方是不是有阻挡 那么阻挡还要分 很近 中等 很远 很远 几乎就不算是阻挡 中等的话 中等的话 那么就要看你的功夫而定了 要似乎造化而定 那么如果是很近的话呢 那就是属于阻挡了 属于是阻挡了 那么阻挡应该是 怎么样的情况 如果说客厅的中间有阻挡的话 对于你的事业 你再好的表现 都不能够让你的老板啊 或者你的客户喜欢 因为前方的阻挡 是影响到你自己的 那么左边的呢 就是我们客厅的左 左边的都是给文的比较多 就是我们说拿工资的 乖乖的拿工钱的 嗯 那花红不算啦 花红不算 就是乖乖的拿工资的 那是属于是左侧 左侧也属于青龙方 因为在风水上啊 青龙方 左边的这个青龙方 就是我们在客厅窗口啊 你站中间 你看左边 看你的左边 我的左边是这边啊 你的左边可能是另外一边啊 就是左边 left left side left side 能够看得远呢 能看得远的话 你的事业发展是特别好 啊 事业发展会特别好 看得远的话 那么看得远 事业发展很好 但是中间有阻挡的话呢 obstacle很多 虽然是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obstacle很多 这个就是 这就是在风水上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要注意在这方面 这一些真的你不能不注意 做一个参考 那么做CS的呢 做CS的啊 就是卖东西啊 赚commission啊 当然他也有北极杯 但是他大致上 都是要赚commission的 比如说买卖车啊 买卖房子啊 或者是 买卖车 买卖房子 买卖保险 还有啦 还有很多 是拿CS的啊 买家具的 卖家具的这些 卖灯的 他们可能都是要赚commission的 还有一个就是老板 老板 嗯 做生意的 那你要注意你的right side 就是我们的右边 我们的右 我们的右 右边 记住了 千万不要 不要小看这个右边 我们说 青龙呢 青龙主人才 白虎呢 白虎主财运 千万不要有一些白虎 白虎我不要 那不行 那不行 那白虎过剩的话呢 人才就很难 很难去吸收人才 很难去吸收人才 虽然有财 虽然有生意 但是人才 人很难请到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青龙有了问题 出了问题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嗯 我们呢 最好的方式 最好啊 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啦 做Siers的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右方 右侧 啊 就是right side right side 你的客厅窗口 你站中间 然后你看一下你的right side left side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你看一下你的right side 那么right side 能不能看得很远 是可以 哇可以看得很远 很漂亮 啊 那你的生意 你的Siers 应该是不错 那么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好呢 那可能就是你的Siers 里面你的老板里面的风水格局 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懂 那么现在就要做比较了 啊 left和right left和right 如果left和right 同时都是很好 看得同时都是很远 那么要看 有没有龙 left啊 有没有看 看有没有龙的形状出来 如果有龙的形状出来呢 那你这个是标准的青龙台 那如果白虎的位置呢 虎的位置 虎的位置 如果是有虎的形状出来的话 甚至有虎尾 虎爪 嗯 这样的形状出来的话 那就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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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事业方面 如果男孩子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今天这个说法就有你 就给你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么另外 女孩子呢 女孩子讲究的是什么呢 厨房 啊 女孩子讲究的就是厨房 所有的女孩子 千万不要认为说 哎呀女孩子没有做工的 那你就错了 现在女孩子有本事的太多太多了 厨房干净清洁 没有异味很重要 干净清洁没异味非常重要 啊 你不用天 你不用每时每刻啊 都保持干净了 不是不用不用不用 那倒不用啊 不用每时每刻啊啊 不用不用每时每刻都保持干净 不用不用 你只要说要睡觉之前 还有客厅也是 要睡觉之前 把它弄干净 弄清洁 那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说集气 怎么样才能让集气入宅 集气入宅好运自然来 啊 怎么样让集气入宅呢 先把你的门给搞定 我们的木门铁门 把木门打开 啊 我们注意看一下底下 我们注意看这些底下 这是木门打开 你看那个边缘 是不是很肮脏 买一个牙刷 买一个大刷子 大刷子 牙刷我看比较小啊 大刷子 刷一下 我们每次都说 洗门洗门洗淫门 这是真实话 这是真实话 洗门洗门洗门 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非常好 跟大家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很少人 很少人就是把 喜欢把门弄干净 其实把木门弄干净啊 是很重要的 把木门弄干净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洗干净刷干净 特别是门牌 在风水上啊 我比较不赞成大家把门牌放在你的木门 门牌是属于数字啊 数字以定为主 嗯 数字啊 是以定为主 九为高 定为主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啊 如果可以的话 说实话 真的 有一个人 让我们去学习 有一个师父 我梁振爵 对不对 说给大家听 你不会吃亏 你绝对不会吃亏 而且 试一下啊 对不对 如果 他说的不灵 我增加干净啊 ok啊 他不灵啊 以后我不要再找梁振爵 没关系啊 但是你 at least你的增加是干净的 更何况 你一定会看到好的result 我经常跟大家说 你单单只是炒饭就好了 听清楚 你今天只是做炒饭 你就不会是不是 你不会对不对 你炒饭 你就炒饭 随便 你要去查百度也好 要查谷歌也好 随便你去查 你炒炒炒 天天炒 天天啊 听清楚啊 天天啊 不是一天炒一盘啊 你一天最早要炒八盘十盘 你就天天炒 炒三十年就好了 不要多 我不要说我的经验四十年 你炒四十年你也可以 你这个炒饭一定很好吃 比厨师的炒饭还要好吃 你用心去炒 四十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可不是开玩笑 所以日日夜夜看风水 日日夜夜 研究八字 三四十年到现在 我研究出一个结论 并不是人定胜天 而是命运要改造的话 是从运势里面着手 命是不能改的 但是我们要从运里面着手 所以啊 今天如果你突然看到这个直播 是不是 那是不是我就跟你有缘呢 我不懂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商家 我除了是一个风水师 我也是一个商家 我也是要赚钱的 风水八字吉祥物都会谈到买卖 那有些人对买卖是敏感的 就是认为说师父啊 你来跟我看风水 我不可以给你钱的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最少都五六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很多东西都要养啊 工人这些都要养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 你分享这些知识 你都是为了要挣钱 是啊 那没有错啊 政府不会抓我啊 我又为了挣钱 政府这不犯法 但是乱传知识 那就不好 如果胡乱传知识的话 不会到现在 不会到现在 所以跟着我的贵人 和听我的做法去做的贵人 听我的做法去做的贵人 真的 我们这些贵人很多啊 生意都做得很大的 都做得很大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希望大家 不是给我机会 你不要误会 千万不要以为你在给我机会 好啦 我给你个机会相信我 那你就错了 我分享的知识 你是在给你自己机会 我们有很多很多贵人 听听看看 听听看看 也很少来找我 但是 有空他就来看看 来听听 得到的知识很多 我就再分享一个知识给大家 你们是不是有办公桌 我不要说办公室 我就办公桌就好了 是不是 你们有办公桌 有办公室的那更不用说啦 是不是啊 职位应该很高吧 我们说办公桌 桌子就好了 办公桌子 如果你经常遇到很多压力不顺的话 让我告诉你 你要坚持 坚持最少啦 最好两个星期 更好是一个月啦 坚持 坚持什么呢 回家之前 把你的桌子 擦得干干净净 当然你问我 我就要叫你用我们的正觉槽 用我的正觉槽 这是一点广告 但实在是 实在是真的是好用 真的是好用 你们如果说在事业上不顺 你在事业上 就是说有很多事要做啦 或者是经常遇到很多不顺 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方法 你要回家之前 你把你的桌子收拾干净 我只能帮你动手术 明白了吗 我一定要手术成功 病人安康 明白吗 之后出院 你们要自己 要好好的 听这个医生的建议 要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这个意思啊 风水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要记住我的话 要记住我的话 试一试嘛 No harm to try 就是把东西弄得干干净净 是不是啊 弄得干净 好了 你的Pen 还记得吗 你的Pen 单单这样都不行 单单这样都不行 一定要把它给收起来 单单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一定要把它给盖起来 这样丢也不行 这样丢也不行 要把它收拾好 收拾好 真的 就把它这样收拾好 你的办公桌 决定了你的一切 试一下 真的假的 假的啦 假的啦 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说啊 有些人啊 练到什么程度 一个拳头啊 不要说打死一只牛 一个拳头可以打死一只狗 大致的狗 他一个拳头能打死一只狗 哎呀真的假的 那你去试一下 你去试一下你就知道 没试 没有试 一直讲没有用 是不是 所以啊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的 这个贵人 佩服 他们试啦 哎真的好啊 上面看起来整齐 如果容易啊 容易 比如说在工作上啊 比较容易生病啊 这些啊 那我告诉你 你可以试一下哪一个杯 这个杯要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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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的杯打的破的那种 外面有没有硬东西 无所谓 但是不要硬人啊 不要硬人啊 人的话是小人啊 不要硬人 随便什么都可以 富贵花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就放在那边 千万不要以为孔老父子 你可以堂食三百首 就放在那边 每次呢 倒半杯热水 千万不要倒冷水 倒半杯热水 或者半杯再多一点 嗯 不是 不是白白来看啊 不是啊 就是白来 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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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着半杯 半杯再大一点 再多一点也行 啊 再多一点也行 最多是剩 One water 嗯 One water 这样子喝 喝完了 再去倒热水 好 当你打开的时候 上面是不是有水气 是不是有水气 你打开 上面有水气 记得 记得把那水气领了 领下去一下 领下去 啊 记得哦 把那个水气啊 领一下 那叫什么 啊 我们称之为 这个叫水蒸气啊 在在风水上 啊 这个真的称之为 幸运之水 我们叫做气水 不是那个气水啊 不是不是白斯库啦 啊 啊 柴气之水 福气之水 气水 它不是三点水的那个气 是生气的那个气 啊 除掉三点水 你就这样子 打开 记得要领哦 你不要这样子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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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那个水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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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哦 就放回 啊 你打开了之后放回一点 再喝 放回盖住 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啊 你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当然啊 男左女右 要分清楚 男左女右 要分清楚 啊 那个杯子的男左女右分清楚 啊 这些都是让大家去试的 如果你 呃 这个就是 跟上师 或者说跟你的同事啊 每次就 有有 比较不合啊 我告诉你 你后面啊 批个什么呢 批个大一 好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 在风水上 在风水上 我们非常建议 非常建议 大家用这个方式 啊 就是后面批个衣服 后面批个衣服 那能够得到 很多的support 啊 很多的support 试试看 对不对 不会有任何的 伤害的 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啊 祖先早晚要点几支箱 祖先你可以点一支 啊 你可以点一支 两支 都可以 三支就不可以 啊 就是双数 两支 两支 祖先嘛 嗯 知道知道知道 你打错啊 祖先 那两支 两支 啊 两支 那看哦 如果里面呢 是有爸爸 里面有妈妈 那就两支 两支 或一支一支 啊 如果里面有阿公 阿妈 爸爸妈妈 那一定要一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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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你千万不要学人家单支哦 千万不要学人家这样子 啊 那记住啊 单支招魂 啊 那么如果有些人拜神 拜神我们什么都不说 我们单说一件事 就是 你擦了箱之后 我建议 这是我的 就是你擦了箱之后 擦了箱之后 才把 茶 或者 我不知道你要你要你要泡茶 泡水啊 就把它呢 倒下去 而那个茶啊 倒下去的时候 最好是出烟的 啊 这个 不但能够 对于我们的 神明啊 祖先啊 都是一种 big respect 啊 我可不可以不要三杯茶 直接泡果皮奥呢 可以的 啊 祖先是可以的 那佛应该不可以了啊 佛不要泡果皮奥啊 啊 那么大部分 大部分有些人说 我喜欢泡果皮奥 那你就泡吧 啊 地主也是一样 记住 如果你在拜神 拜佛 拜祖先 啊 你那个茶 啊 一定要出烟 茶 茶杯要热一下 热一下 烫一下 啊 然后呢 倒着出烟 那叫什么 那叫气 也是我们刚才所教的气 福气 才气 好运气 茶杯啊 为三气啊 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如果我们供养七杯水呢 八杯水 有些人叫八杯水 有些人叫七杯水 无所谓啊 七八都行 七杯水八杯水 要记住供佛 在你密教的方式 那不可以不可以烧水 那不要不要烧水 不要热水 那有些人说 哎呀 热水会杀死很多的细菌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啊 说实话 我们平时喝的水 也杀了很多细菌啊 是不是 啊 所以 不要让自己烦恼 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烦恼 要记住 那么此外还有一点 嗯 刚才我们说到 门 很多人的门外面啊 记住 要睡觉之前 提早一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或者吃饱后啊 啊 没有什么事情做嘛 是不是啊 那么在家外面呢 收拾一下 你的 你的 你的门外面啊 收拾一下 你的鞋子啊 擦一下啊 啊 不是过年过节才擦的 啊 特别是什么 告诉大家 如果夫妻经常有争吵的话 你要看一看 你夫妻的那个床 啊 选一个好日子 选一个好日子 啊 初一十五也可以 啊 拉出来 你看后面是不是很肮脏 如果是很肮脏的话 要把它clear干净 弄干净 有些人的床底也很肮脏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干净 洗干净 还有我们的橱柜 橱柜的后面 橱柜 我们拉出来 有些橱柜啊 是可以拉出来的 啊 橱柜拉出来 你看后面 哎呦很肮脏 没关系 把它擦干净 弄干净 墙壁也好 你的橱柜背 背背的橱柜啊 背后也好 把它弄干净 啊 这是一个方式 你可以去试 最近很喜欢发脾气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喜欢发脾气啊 动不动就发脾气 动不动就不想讲话 动不动就back take 我告诉你 你试一下 把你的衣柜 试一下 这些都是灵验的 你把你的衣柜拿出来了 就是衣柜的衣服 全部拿出来 然后呢 擦干净 不要拿出来而已 要擦干净 用我们的橙柜草吧 擦干净 我们橙柜草 如果去白痴回来 也可以冲凉 也可以冲凉的 也可以洗车 也可以洗车内 洗车牌 洗门牌 然后呢 擦干净了 好了之后呢 就把它放好 所以这个告诉大家 把它拿出来了之后 弄干净了之后 擦干净了之后呢 如果你们有那些 那些天珠的那个链啊 什么的 上一次卖的 你就可以挂左边 右边和中间 然后把衣服慢慢 一件一件的分 一定要分色 分颜色 把颜色分好 当然 有一些是工作的衣服 分好颜色 还有 贵的衣服 分好颜色 你可以把它两组分开 两组分开 让我告诉你 男的衣服和女的衣服 可以的话尽量分开 分开放 可以的话尽量分开放 男衣服和女衣服 特别是男的内裤和女的内裤 可以的话尽量分开放 一个上一个下 也不好 尽量是一个左一个右 如果可以的话 不可以就当我没说过 就当我没说过 一定要记住 然后我们的毛巾 我们的毛巾 我在这里非常非常建议大家 男孩子是男孩子的毛巾 女孩子是女孩子的毛巾 我很建议大家把它给撤开 分开 孩子有孩子的毛巾 女儿有女儿的毛巾 爸爸有爸爸的毛巾 妈妈有妈妈的毛巾 把它分开 并不是搬当还是什么 这也是一种卫生 这也是一种卫生 所以不管怎么样 大家要记住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记住 什么事都要以家为主 真的 我问大家 我就问大家 你们的钱想不想家 对不对 你们的钱想不想家 你们的愿想不想家 还是你要减 minus 每个人都要家 什么东西你都要家 你要以家为主 要以家为主 你做工 为什么你做工 做工那么辛苦 都是为了家嘛 但是嘴巴不要这么讲 哎呀我为了家 实际上不是 我告诉大家 特别是孩子 我跟所有的孩子讲 如果你这些孩子在听的话 如果你身为孩子 你敢听的话 我就敢讲 记住 嗯 这是我们说的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爸爸妈妈在准备犯财的时候 啊 对不对 自己吃 孩子还没回来 自己吃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从来没有听过 真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啊 你们不管做什么 你把家放在第一位 啊 人家说 这首歌不对 我跟大家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做什么事情 不管你做什么 你为了家 我们说 应该是 一个男人最没有战斗力 最没有战斗力是为什么 最没有战斗力的是什么 为什么他没有战斗力 什么原因他没有战斗力 没有负担 对不对 他也没有负担 所以 我们把家照顾好 有些人说我没有结婚 那把你父母照顾好 父母已经往生了 对吗 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 把自己照顾好 把自己照顾好 把身边的人照顾好 不是借他们钱叫照顾 不是 把好的东西分享给他们 所以大家要记住 你们家是不是有年符 两符 有些人家里不是去哪里 哪里请符 你们要记住 你们的那个符 如果那个虎桃 虎桃 如果那个符 已经掉色了 一定要换 要换 要怎么换 当然你就看你是跟谁请的 那你就要问他 我就不能讲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 如果有掉色 一个人的运 走到了 有时候走到了一个谷底 他突然间看到我的直播 我很多顾客都是这样 我有一些顾客他是真的 说了有可能你们大家都不信 他躺在医院 然后呢 在医院里面看到我 他从头一直 没有事做嘛 他就听 听了在家 在家休息嘛 他手术好了 在家休息 还看我 最后慢慢呢 就有了信心 有了信心 所以这些语言 千万不要忘记 因为每个人 你如果 如果我真的有一天 做一个 做一个 讲座 就是你们说出是怎么样认识我的 什么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会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 你们听了之后 都觉得说很 很惊讶的 我觉得 缘分很重要 那么 我们家里面 有些人有种东西 对不对 如果 如果你们外面的植物 不会绿 不会绿 好像有点枯 枯叶枯叶 一定要把那些枯叶摘下来 懂吗 一定要把它弄得 干干净净的 一定要把它弄得 干干净净 懂吗 不管 不管你们的是 是怎么样的 那边还有呢 我弯不过去 我弯不过去 那边还有 一定要把它弄得干净 一定要记住 绿 绿优优的植物 很重要 跟大家说 绿优优的植物 真的是很重要的 它如果说 一定会哭的嘛 对不对 有几个会哭的 拿出来 拿下来 拔出来 然后呢 扫扫一下 弄干净 真的是很重要的 当然啦 当然 我要说实话 我要说实话 这个不是我做的 这个就是师母 他 有时候要剪 这边剪 那边剪 这样子的 把它修得好好 这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 不要让我们的 不要让我们的 家里面 特别是厨房 要把它弄得干净 特别 厨房一定要特别的去 关心 特别的去注意 大家一定要记住 把我们 把我们最好的 永远要把我们最好的 供养给我们的家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家人最重要 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家人 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为了我们的家人 各位孩子啊 你的父母 真的做了很多 不用管你爸爸妈妈是谁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用管你父母是谁 所有的孩子 你爸爸就嘴笨 他不会说 我很辛苦 我每天在外面受气 你知道吗 我很辛苦 我被人家气的 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爸爸是老板 他就不会给人家生气 你也不要认为说 你爸爸是经理 就不会给人家生气 真的 他还是会受很多气 但回到家呢 男人嘛 爸爸的嘴就是笨 他不会说 那妈妈呢 妈妈 所以很很难 但是呢 他很难 他去买 隔壁的邻居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父母 父母 我们不能够说父母是一百八千的好 我们绝对不能说父母是一百八千好 为什么因为不是你父母 如果说是自己的父母的话 一定是一百 一定是超过一百 不能说父母是一百 是因为别人的父母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我经常都说 父母对我们好 你就倒霉了 祂以祂的大恩大德 我们没有办法回报 只能对祂好 孝顺祂 孝顺祂 祂还对你好 哇的天哪 那可多严重啊 所以呢 父母有些时候对我们不好啊 或者吵架 或者骂我们啊 什么什么 那是好事 他为什么不卖隔壁的孩子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如果你不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 或者是说 你如果不去 告诉你孩子 人生的道理的话 那你就要请别人来教他 那别外面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 那可不客气了 真的 你如果不告诉你孩子 什么什么是错 什么什么是不可以这样做 你不跟他讲 或者孩子们 你嫌你的爸爸妈妈啰嗦 不想听的话 我告诉你 你父母 不管怎么教你 都是把你放在第一位 如果外面的人来教你的话 你就糟糕 尤其是那些 不需要跟你讲道理的 他也不怕坐牢的 那你就惨了 我们新加坡 有一些制度 有一些法律 是要编的 如果他不编你 你去到外面 就不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 真的 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次 有多少次 因为有新加坡的法律 hold住 所以我们才会平安 你们知不知道 你慢慢想 不管是撞车也好 什么也好 撞到人也好 什么眼睛看来看去 不管什么都好 如果没有新加坡的 这个法律 严格的法律 在绑住的话 早就完蛋了 可能手就不见了 你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因为绑住 因为严格 因为严格 是对谁严格 对所有人严格 那么为什么 我们过得那么自在 因为我们从来 不去触犯到他的法律 所以我们自在 父母管教孩子也是一样 为什么有些孩子 那么自由自在 为什么 因为他懂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当你孩子们 懂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的时候 你的父母 就不会那么样的 记住了 所有的孩子 你迟早也会做父母的 你迟早也会做父母的 你等到你做父母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等到你做父母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方法了 今天有一个人告诉我 这个 有些时候 你知道孩子 孩子啊 他真的不可以over的 他不可以过度啊 你知道吗 孩子过度的话 很糟糕 我告诉你 真的不能过度 有时候我们去shopping啊 你看那个孩子 有时候 我相信大家去shopping 有看过 对不对 我们走走 跟老婆啊 跟孩子啊 一直走走 哇 那个小孩啊 很小哦 乱跑的 爸爸妈妈呢 在哪里 不知道 有些父母呢 在前面 乱跑 如果发生什么事 那该怎么办 不管他撞到人 还是人家撞到他 不管怎么样 那父母会不会怎么样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就是特别 特别父母 他们 他们有一种 有一种就是 不要骂了 孩子不要用骂的 不要用骂的那种方式 我告诉你 真的 你不好好的教 以后他长大 由外面的人来教 这句话 你要记在心里面 孩子们也要记住 父母不容易的 父母真的不容易的 有一个短片 有一个短片是说这样的 我说给你们听 有一次啊 这个 他的老婆 老婆 听清楚啊 听清楚吗 老婆 老婆呢 就问他的老公 老婆就问他老公 说 哎 老公 啊 呃 你 呃 你 你会不 你 就是你的 呃 妈妈和我啊 如果说 掉下水的话 你 你会救水 那他说你会救水 你会救你妈妈 还是会 会救我 嗯 这个问题很多很多人都有试过 是吧 很多人都有试过 啊 他反过来 他的老 他的老公啊 反过来问他 啊 他反过来问他 他说 那我问你 有一天 如果啊 如果 呃 我瞎了 怎么办 你会怎么样对我 听清楚 老婆是问他 我 和妈妈 和你的妈妈 掉下水 你会先救水 反而这个老公 反问他 那你先回答我 我的眼睛如果瞎了 你会怎么办 老婆就跟他说 我一定带你去治啊 他说治不好呢 治不好 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陪你去国外治 一定要把你治好 如果还治不好呢 老婆 老公问了第三句 如果还治不好呢 他说我陪你一生一世 我照顾你一生一世 听懂了吗 听清楚了吗 我相信耳机没问题 这个麦没问题 你们都应该听得很清楚 但是那个老公跟他说 你知道 我问我妈妈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我妈妈怎么回答我吗 他说怎么回答你 他说妈 如果我的眼睛瞎了 你会怎么办 妈妈说 我会挖我的眼睛 来送给你 他的妈妈会挖他的眼睛来送给他 首先我要让所有的儿女 儿女都知道 这就是父母 老婆有没有错呢 老婆没有错 老婆没有错 老婆陪他一生一世 但母亲呢 父母呢 愿意把眼睛挖来给你 千万不要说我母亲不会那么伟大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你不要这样说 说我的母亲没有这么伟大 如果我的孩子 这样子问我的话 我会不会把眼睛挖给他呢 我说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有这一天 我不希望有这一天 并不是有这一天我会把眼睛挖给你 我是不希望有这一天 我的儿女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遇到呢 到时你看我怎么做 就好了 一层比一层高的境界 这就是八字和风水 这就是八字和风水 大家一定要记住 每个人都累啊 每个人都很累 你说没钱吗 他不是没钱的累 你说没东西吃吗 现在谁还没东西吃啊 谁家里没有米啊 对不对 每个人都都是累的 每个人都是累的 但是累了 睡了 起身 明天还会怎么样 所以啊 用什么来 用什么东西 来说父母的伟大 父如天 母如地 可以生的东西 妈妈一定生给你 可以造的东西 父亲一定造给你 大家要记住 有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因为 一点点的小事 就把父母呢 永远就恨在心里面 甚至有一 你觉得这件事是有点大的 你就把父母呢恨在心里面 我经常都说 当你在黑板上写下来 当你在黑板上写下来 一加一等于二 没有人会说你对 也没有人会为你鼓掌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但是你的父母会为你鼓掌 因为你是他儿女 我不想说爸爸妈妈有多伟大 我不想这么说 因为父母不伟大 父母绝对不伟大 他只是做他该做的 为什么大 他只是做他该做的 父母伟大是什么 是他总觉得他做的不够 这才是伟大 所以不要说父母伟大 不是 父母不伟大 他永远就 我就做我该做的嘛 哎哟 你把你孩子照顾的那么好 哎哟 你把你孩子教的那么好 对不对 哎哟 你真伟大 伟大 伟大 伟什么大呢 伟大 伟大 这不该做的嘛 这我的孩子嘛 有什么该做的 但他不放弃 这就是伟大 你的工作 你会因为不喜欢 你不喜欢你的老板 不喜欢你的客户 不喜欢你的click 你不喜欢 最后呢 你resign 都可以做到 你的生意 你不爽 你可以报bank club 喜欢啦 你随便啦 对不对 你end掉你的business your wish 你可以呀 但是生了孩子出来 他不能出人头地 或者 他不能光中药主 或者 他特别的调皮 或者 他读书 特别的差 你能跟他resign吗 不行的 从我们出世的那一天 从我们出世的那一天 就没有resign 这两个字 也没有退货的 神 神 告诉那些 那些小天使 跟他们说 你们去人间吧 去人间 人间特别好 里面呢 里面呢 有吃的 有书读 有游戏玩 有很多很多 说不尽的快心和快乐 叫那些 那个神 叫那些 那些天使 去吧 去吧 小天使们 去吧 去人间吧 去投胎 去人间吧 你们会幸福的 你们会快乐的 其中呢 有一个小天使就问了 他说 神 我想问你 你说人间那么好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会遇到 危险 遇到不好 当我们遇到害怕 危险 不好 等等 反过来不好的事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神告诉他 啊 很简单 你只要叫声 妈妈 他就会来帮你 大家能听得懂这句话吗 所以所有的天使 都放心的 投胎 我们说的这些 有没有关系到风水 绝对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真正的风水是什么 教育 我总是跟大家说 怎么样选一个风水师 你要看啊 看你选的人 这个人的能量 到底正不正啊 是装出来的吗 还是真的 你要去看 听得懂的 不多 真的 听得懂的人不多 如果今天 我讲的是财位 我讲的是什么 我带你们去看我整间家 人数上了 五六百七八百 没问题 有必要吗 没必要 真没必要 为什么没必要呢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为家的人 只有谁 父母 真正为家的 只有父母 所以说这些 是说给 虽然两百多人 也不可能说 每个人都能听得懂 也不能说 每个人都听得进去 但是听了之后 你一定要有所行动 孩子 帮你的父母盖个被 帮他倒杯水 可以的话呢 为父母挤压膏 小动作 还有一个是 最基本最基本的 所有的孩子 一定要做的 就是跟父母说声 谢谢 父母倒水给你 谢谢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今天的菜啊 挺好吃的 谢谢妈妈 谢谢爸爸 他拿这个桃娥给你的时候 他拿毛巾给你的时候 谢谢妈妈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重要呢 重要 非常重要 人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最辛苦 最难受的时候 离开父母啊 他的气已经不在了 才 爸爸妈妈 每天都把你当成是最后一天 今天就是你最后一天 今天就是你最后一天了 你还要干什么 你还能干什么 所以我经常都说 我们说父母 说儿女 说家庭 说正能量 人数不多 你就多佩服你自己 你还能够听 听了之后 孩子拼命在那边 你不一定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为什么你会说我说的对呢 因为你看到你的不孝 哎呀 我怎么不早一点认识师父 看风水也好 看八字也好 先把人做好 人不做好 就算有人跟你指点 也没有用 真的 不管看八字也好 看风水也好 我每次总是告诉大家 同样的一句话 如果你的脑袋 所想的都是对的 为什么你的口袋 没有你要的 那就出问题了 兄弟姐妹们 再说一次 如果你的脑袋 想的 你的脑袋 想的都是对的 为什么 你的口袋 没有你要的 我们永远永远都不要想 老公今天出去会平安回来 老婆今天出去会平安回来 孩子今天出去会平安回来 女儿今天出去会平安回来 永远不要这么想 千万不要这么想 太天真了 在出去之前 跟父母说一下 爸爸妈妈 我今天会早一点回来 说一下 朋友叫你去哪里 去哪里的时候 要把他 今天不行 今天我要陪我爸爸妈妈吃饭 这句话 是一个最有福报的话 别把我当成是神 真的 别把我当成是神 所以真正的 能够大家都过得开心 过得快乐 我讲的不是假的 你看那个人数 一直在这个人数 他不会上来 为什么 因为很少人愿意听这些话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听 为什么你们听了都受用 为什么 听了不少一块肉 对不对 但是你们都受用 为什么 什么原因 对不对 你的福在增长 福气在增长 我们跟人家讲这些话 可能他们不爱听 我说实话 我真的很少跟我的朋友 面对面的时候说这些话 我真的很少讲 真的我喜欢跟你们分享的原因 是什么 人数啊 人数不上来 我如果真的要人数的话 走 我带你去我的 这个 这个 外头 去走走 带你去我的停车场去走走 带你们去我第五楼 第五层楼 去走走 对不对 带你们去我的房间走走 人数就上来了 介绍你们这个房间 那个房间 人数就上来了 是吗 但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我希望大家都要过得 比昨天好 记住 钱不是越多越好 要够用才好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像男人在刮胡子一样 你看你今天刮了 明天还有 今天刮了 明天还有 今天刮了 明天还有 但你从来不放弃 女孩子 对不对 吹吹吹吹吹吹 画画画画 洗洗洗洗洗 明天 吹吹吹 画画画 晚上 洗洗洗 从不放弃 对不对 从不放弃 男孩子 刮刮刮 是了 lazy one day了 明天被晒了 乖乖 每天 从不放弃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 我们对我们的老公 如同 刮胡子一样 天天 天天要进步 多少时候 我们如果能说出这样的话 老公 今天我话多了 你别生气 年龄也大了 越来越啰嗦 你不要介意 谢谢你不嫌弃我 谢谢你 娶了我 老公当然也应该要说一些这样的话 谢谢你 不嫌弃我赚得少 谢谢你还愿意嫁给我 谢谢你在嫁给我的时候 是什么都没有的 感恩你嫁给我的之后 我什么都有 这些话都是属于正能量的话 真话 很少真的 我跟你们说 很少很少人愿意听 真的我没骗你 他们上这个直播 讲风水 哎呦 来怎么样教你怎么样发财 首先 我们这个财位 哇 哇 是不是很喜欢听 当然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用这样的方法 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功夫 哎呦 真的财位 哎呦 这个师傅讲的真的好 是不是 梁振决讲的真的是好 四十多年经验 不是盖的 不是吹的 三四十年肯定是有的经验的 风水八字经验 不会让你失望的 教一些风水 教一些八字 教一些这个财 然后呢 他就来了 来了呢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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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学懂的怎么样去听 什么东西都是从听开始 什么都是从先听 听了之后才讲 小孩也是一样 先听爸爸 他才慢慢讲爸爸 Facebook有一个很好的视频 那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第一次听到孩子叫他 他在收拾衣服 收拾衣服 收拾衣服 突然间孩子叫他 妈妈 叫什么 妈妈 哭啊 孩子们啊 你没有看过这一幕啊 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一幕啊 你不可能看过这一幕啊 那时候你第一次叫你的父母 你知道他多开心啊 父亲啊 在抱着那个孩子 抱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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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孩子看着他父亲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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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啊 开心到不得了啊 真的是开心到不得了啊 而且还打电话给你 他的朋友 孩子叫我来 还拍一些video 拍了放朋友去 第一次叫爸爸 第一次叫妈妈 还有一个影片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短视频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 的儿女 突然间站在妈妈面前 有一些还戴着帽子 他妈妈做小贩的 他去跟他妈妈 叫吃的 妈妈叫吃了之后 看了之后 做了之后 还不知道是孩子 然后孩子呢 把帽子摘开的时候 他看到 儿子啊 女儿啊 哇 很开心 各位父母啊 孩子很少跟你说过的话 我替他们说了 你们都辛苦了 各位爸爸妈妈都辛苦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各位儿女 各位儿女也辛苦了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这是真实话 我们要把 风水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佛法 但是很多人很执着于风水 风水的的确确是有他的奥妙在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我们不证了 他还是得不到呢 就是因为他的业障比较重 业障比较重 那么我们就教他 所以很多人 现在都用风水八字和佛法 混在一起 当然佛法是至高的 把他给混在一起 最后呢 才能真正的享受到 他们懂得怎么样除掉穷鬼 他们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除穷鬼 知道怎么样辅助原神 他们这些都慢慢的知道了 我们有几个贵人都是这样 因为没 你知道吗 认识我十多年了 都一直没有去拜那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太岁 夏季犯太岁 进了医院了 你看 就没有拜 也不会去管 也不会去管 你知道吗 当我们的屋子 尤其是 我们一回来到我们屋子 有一种很想回去的感觉 你知道很舒服 再加上一些福音 什么叫福音呢 爸爸回来了 来个开玩笑的 爹地 come back 哇 大夜了 i massage for you 孩子回来呢 对不对 儿子回来了 来 come on yes 女儿回来了 女儿 到家了 来 come on give me a five 刚开始儿女会说 怎么了今天 没有 爹地想你呀 久而久之呢 慢慢呢 就习惯了 多在一起吃饭 真的 多在 你千万不要以为 今晚啦 今晚啦 今晚 明晚啦 明晚啦 明晚就可以在一起吃饭 你知不知道 一个电话响 告诉你 here is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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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e station do you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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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你啊 真不是跟你开玩笑 真吓死你啊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 明天啦明天啦 千万不要一直这样拖拖 下个礼拜 哎呦更惨了 更了不起了 拖下个礼拜 今天 师母问我说 要去哪里 我说 我不知道你说吧 你说去哪里 我也很少陪你 对不对 带他去 拿他的衣服 那么拿了衣服之后呢 又带他去 不是 我们先去买菜 买了菜之后呢 再带他去买 拿衣服 拿了衣服之后回家 回家之后呢 他又毛不停停的 自己啊 切菜啊 弄菜啊 炒菜啊 这样子 你看 我就吃了两碗饭 在一起吃饭 吃一天 少一天 告诉大家真的 真的 三千六百次 三千六百次 跟母亲 父亲 家人在一起吃饭 三千六百次 才多少 才十年 不容易 珍惜 珍惜 多跟家人在一起 开开心 所以我有时候在厨房 我和师母在厨房 我也很喜欢跟 我们的助理们一起 当然没有办法一起吃 因为大家都在忙嘛 有客户 没有客户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 大家就一起吃 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吃 为什么 我永远告诉我的员工 工厂 工厂也有 我不知道工厂多少个 三十个吧 还是四十个 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算 到底有多少个 我都告诉我的员工 工厂的 我很少跟他们来往 很少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助理们 因为他们飘洋过海 来新加坡 我就是你们的大哥 我就是你们的家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 第一件事一定要告诉我 对我不满意 对我不满意 也没问题 一定要告诉我 千万不要闷着 他们来工作 他们对得起公司 我请你们 我对得起你们的父母 这个不能混成 混为一谈 这个很重要 我要让他们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这个老板 我不会管我的助理 怎么样对我 我不会去管 我能够帮他们 培训他们 照顾他们 然后教导他们 哲学也好 道理也好 正能量也好 把他们教好了 他的父母不用感恩我 希望他将来的子女 能够记得我 所以我们老板请员工 绝对不是简简单单这么请 你请他 还要什么 还要照顾他 还要培训他 很重要 好了 我也要花一点时间 去拿一些资料 去做一些资料 那么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刚刚看到我的直播 刚刚看到我的直播 记得要帮我分享 好吧 再见 再见